夏季是指立夏到立秋前 吉立夏 小满 莽种 夏至 小鼠 大鼠 六个节气 五行和季节 五脏的关系 整体来说就是 以目前节气来说 落实到夏天饮食养生的药物 要点就是 由于气候炎热 出汗使得胃肠消化液的分泌减少 胃肠蠕动变慢 因此夏天也是消化不良 或肠胃病耗发的季节 也会因血气不足之下 人会变得昏昏沉沉而失岁 所以养生就要顺应时节 因此我们可顺应养肠的规律 采取以热制热的热养法 例如 常用热水泡脚 因为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用热水泡脚可以供给它能量 也能使气血运行通畅 增加逐步的血液流速 增强新陈代谢 温度不过热 以温暖舒适为主 常洗热水澡 洗热水澡能使身体的血管扩张 有利于机体排热、排毒 并能够补充阳气 水温控制在30度左右为宜 你也可以使用热毛巾擦脸、擦身体 不仅能排汗降温 还能去除灰尘污垢 使皮肤透气凉爽 一杯热茶最能解暑消渴 这是因为热茶利于汗腺排汗 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 再沿下吃粥 清凉解暑又补养 夏季暑热之气外蒸 身体的毛孔开泄 容易多汗而耗损人体的阴液 因此要注意补充水分 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时节多吃粥 热的粥含有大量的水分和胡花的淀粉 好吸收、好消化 便利补充水分 同时还能护卫和补充能量 早晚吃粥 午餐、喝汤 将既能生精止渴 清凉解热 又能补养身体 有利于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 现在就来教大家 最道简单、方便的夏日养生粥品 枸杞、丝瓜粥 食材有 丝瓜、生米、枸杞、盐巴 做法 先将大米放入锅中 用旺火烧开后 改用小火煮至六成熟 再将丝瓜洗净去皮 切成块状加到粥中 煮到刮烂粥熟后 加入盐巴跟枸杞即可享用啰 丝瓜、胃肝杏凉 也是低热量、低脂肪、含糖量低的高钾食物 可解暑除烦 能防止暑热 清热化 丝瓜粥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在平时食用之后 可以满足人体对维生素C的需要 但是要提醒大家哦 三餐不能总吃粥 适当的吃粥确实有益 但是不能吃过多 所以吃粥也要注意均衡营养 配个肉跟菜 或者在两餐之间吃点点心等等 都能补充能量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按赞 并开启小铃铛哦 祝福你开心又开运